亲爱的朋友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你们认识吗 这是腊肉 去年我做的腊肉这一块是五花腊肉 你看 这猪有三四百斤的那种猪 猪比较大 所以阴根排骨的腊肉就大一块 这一块大概现在有两斤多 如果是新鲜的话有三斤的 三斤以上 三斤四斤的猪 现在我们这个皮比较硬 先把皮烧一下 再做来吃 皮烧一下 哎哟 这皮都没烧到 我过年每家每户都要做腊肉的 没有杀猪也要去买点猪肉来削 好烧好了 酱汤 烧了热水 不要洗一下 这个就是洗起来麻烦吃可是香的很 刮一下 这一层皮要刮掉 烧掉之后就金黄了金黄了 哎呀烧掉之后就湿得动了 不烧根本湿不动了 好我们洗这样也洗得差不多了 再拿清水洗个几遍就可以了 金黄金黄的 不加水开始煮 水要多一点 把烙热除熟透 把它切成两截 有排骨 对 有排骨给你吃 不好看 不好看就剃呗 对 你看这个 怎么样 这个排骨 一块你可以手抓排骨 是了啊 亮晶晶的 我们现在要把这两块下锅煮 这下锅煮啥都不用加 盖上我们 盖上我40寸的大锅盖就可以了 除烙热之外 咱们再炒个西红柿炒蛋蛋 两个西红柿 配两个鸡蛋 这是母鸡下的蛋 我们家的公鸡都不下蛋的 好 煮有一个小时了 夹出来 排骨切出来 五花腊热最好吃了 这个时候看着是有点肥呀 但是腊热就有这样的好吃 全瘦的反而不喜欢吃 我喜欢吃这样的 哎 别切都别流口水 我会注意的不会让它流下去 排骨 五花腊热 吃了 这就是腊热 看到没 嗯 嗯 亮鸡鸡 透明了 我说这里看到你呀小柿 嗯 泡了辣椒 辣 啊 哦 又是超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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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沙大蒜好吃 拖沙大蒜 拖沙大蒜 这是泡包菜 卷西菜 拖沙大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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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排骨 嗯 再一下 光盘 对 塞光是什么 吃光喝光 花光对吧 这叫什么来着 现在不是年轻人都说吗 月光吃光月光族 我叫月光吃光喝光 我这是吃光花光 嗯 不知道是啥了 塞光不知道是啥 好了 也光了